挑动两岸敏感神经的还包括了这一些优秀运动员的争夺战 最近引发话题的是谢淑薇 在温目敦网球公开赛当中 他拿下了女子双打冠军 为台湾写下历史新页 不过这个时候究竟谢淑薇的这一条路该如何的走下去 却引发了各界讨论 因为第一时间夺冠了 大陆厂商立刻拿出千万人民币招手 希望他能够考虑转机到大陆 但这么一来这台湾之光起不是活生生的 就要送给对岸 当然是在体坛投下了震撼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今天终于已经有了具体的进展 谢淑薇的父亲无奈的说 当然职业运动员要靠自己 不过南北征战加上训练等等 一年大约500万才能够打平 只要能够有500万 他们当然愿意是跟流台湾 今天包括了台北之鹰抛砖引玉 包括了台九公司也愿意来赞助了 甚至于在立法院长王金平的穿针引线之下 各大企业也纷纷出声说愿意赞助 我们这些优秀的体育选手 不过难道要等一个人夺冠了来锦上添花 还是出名了之后 大家才开始想到要赞助他吗 来看看谢索薇在第一时间 拿下女双冠军的时候 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所透露的无奈 身穿一席黑白相间礼服 台湾网秋一姐谢淑薇和搭档彭帅 盛装出席温望庆功宴 这回以台湾选手身份 写下历史记录的他 却触动转集大陆敏感神经 如果说台湾能够在这个时候 适时地给我们协助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留在台湾哦 因为我们是台湾的小孩嘛 尽管谢爸爸强调 只要有足够晶圆一定跟流台湾 但谢淑薇现在的风光 却让他感触很深 大家为往女子双打冠军的他 赛后接受外国媒体采访 谢淑薇说赢得胜利感觉很特别 但王秋在台湾并不受欢迎 他也不知道王秋协会或相关单位 有提供什么协助 让一个资深球员变得更好 而且他到欧洲时 还因为网协造成的一些问题 让他不是很开心 好不容易打出一番成绩 却要大陆抢鞋回首招人 台湾企业才有所动作 谢淑薇的爸爸讲是大概四五百万 他们是需要这样的信念费用嘛 那我想我们会跟谢淑薇的这个 经济公司来这个谈 过去台九也曾找自家运动员拍广告代言 这回标态支持谢淑薇后 台北之音董事长也抛砖引玉 捐两百万赞助 就怕人才已流失 政府企业动作频频 但如果没有完善措施 这些选手为了生涯 即使得选择转籍 也比判得台湾之光虚名要来得更实际 TVBS新闻学校安理欲昕台北报道